大家好,在英国住的朋友这几个月都不断听到生活成本危机这几个字 因为英国通胀最近都升得几几十个% 不止英国是这样,欧洲通胀一样是很高 为什么英国的通胀会这么高呢?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上升得很快 无论电费、气费和车用的燃油 都在过去一段时间有显著的升幅 最近连食物都开始上升,不过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多 这集节目会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情况 是否还是这样 会否有些事情大家看新闻 以为这个情况还在发生着,原来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 所以就会和大家讲一下这件事,也会和大家聊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大家付少点电费 事不宜迟,先来看看最新的数据 首先要了解一下究竟英国成本上升 生活成本上升 究竟是那个导致 是什么原因令到能源价格上升 先来看Off Jam这张图 这张图本来说能源价格的price cap 会上升到3000 几磅 不过最后卓卫斯政府推出的政策就压到2500磅 不过没所谓 这张图主要是在看 究竟大家的电费 天然气费 里面主要的成本是来自什么 最长 而且是变得最大的那条 就是橙色这条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批发价格 就是电力的批发价格 和天然气的批发价格 都是大家为什么要突然之间 给多这么多电费和气费的原因 好了我们了解了主要的成本 的成分就是批发价格之后 可以看看相关的图表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这张图是挺好的 National Grid Live Data 就是free content 可以外面用 其中有一张图我们最近这几天才特别留意到 有一张图叫Holesale Price 英国电力的批发价格 Holesale Price 其实今年 Holesale Price 都是不断有很大的波幅 有时是百多有时是三百多 MWh 去到8月的时候曾经有一天 英国电力的批发价格 说到458磅 就是每MWh 但看到8月20日开始直线下降 最新的价格 跌至74磅 连续两个星期 74磅 75磅 也不是差很远 可以看到 批发市场上的电力价格 已经由450多磅 一下子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 跌至75磅 跌至八成 这是今年的情况 看到已经低过今年之前的时间 这个数字就是每周的平均 可能有些日子比其他日子 再低一点也不定 不过如果平均来说 最近这两个星期就是全年 电力批发价格最低的税位 看久一点了 为什么情况是这样 其实过去几年 电费 电力批发价格 没有疫情之前 说是四五十磅 疫情爆发后 2020年 很低 35磅 那时候 没想到 电力价格可以突然升得这么厉害 所以过去一两年就升多了 现在最新就是75磅 大约 跟之前 过往比较稳定的时代 都高很多 过往都是40磅左右 现在都加倍了 不过那么多年通胀也不少 而且 就是现在 似乎如果去75磅 相对于之前四五十磅 都比较稳定了 为什么英国的电力批发价格 会跌得这么厉害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 英国的海佐生能源 今年其实也有很多 利岸福利 发电机组 就是投产 令到大风的时候 其实用多了 这个海佐生能源 相对来说用少了 这个化石燃料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其实绿色那些就是wind energy 看看过去几年 其实就看到 绿色这一条 就是wind energy Generation 风力产生的量 基本上都是大致上升的 除了2021年 因为当时英国风力 比较小了 跌一跌 但又升回了 去到2022年 已经又再创新 很高 现在在说到6.67G 同一时间 雖然是高的 有12.63G 但相对 比例 没那么高 如果看回 这段时间 如果看回今年 其实英国用海佐生能源 已经是 去到百分之二十九 差不多去到三成 另外 核能 就是说 百分之十八左右 而一个化石燃料的使用 就是说 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比之前 有明显的下跌 情况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也要说 第二个原因 也非常重要 这个原因就是 国际 天然气价格 正在下跌 看回这张图 这张图 在荷兰的TTF NATURAL GAS 天然气的 期货市场 就是历史数据 红色这条线 代表过往这一年 究竟 期货市场上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变得如何 同样 在8月21号 电力差不多是同一天 8月21号的时间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曾经上到339 那是指数 很高 最近 不经不过 已经跌到120多 其实之前的两个星期 跌得更低 跌到110多 刚刚才上回 120多 如果你把339 还用120多 比较 都可以看到 其实过往的两三个月 天然气价格已经跌了 六成有多 天然气价格跌了 因此 电力价格也跌了 同一时间 英国利用天然气 的 价格 批发来说 也跌了 好了 接着来一个重要问题 电费批发价格又跌了这么多 天然气价格又跌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的能源账单 还是这么贵的呢 这个问题 我也很想 问问政府 什么时候会选择呢 不过 不用问他 因为我自己看 Off Jam 已经有个解释 他简单来说 因为 Off Jam 之前的 那些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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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过往六个月的数 所以 如果跟过六个月的数 当然不值 包含 八月的高峰期的数 所以 最新 如果不是有卓卫斯的 Energy price cap 现在新卫城继续 和 侯俊卫继续 那么 应该这一刻 价格 是 每年是 3500多磅 但是 就是减夹 夹了 2500磅 那么 Price cap 就是用电 大约每道电 就是 34p 用起 就是10p 这个大约而已 因为不同区域 不同付款方法 有些不同 不过大约都是这样的数字 那么 硬刺激了 但是你可以想象 假如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天然价格 仍然保持 这个低的水位 同时 这个电力价格 也是打横行的话 其实 三个月之后 六个月之后 再做 Energy price cap 应该的价格 会低很多 起码 就不会高了 可能 夏天 或者 春天的时间 Energy price cap 差不多 所以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很多朋友都说 新维成 侯俊卫 借 Energy price guarantee 只是说 去到 明年 4月 到时 会不会突然 电费 电费 气费 飓得很厉害 未来比较难估 不过 根据最新的英国 批发市场上的电力价格 和欧洲的天气价格来说 似乎答案是否定 应该不会去到 之前有些分析员说 4,000磅 5,000磅 6,000磅 那么高的税位 如果看报纸 看新闻 仍然是很多人说 4,000磅 5,000磅 6,000磅 亦是继续说 今个冬天 有没有机会 大腾电 我相信这些 有些 太过担忧了 适当的担心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大家 panic 没需要 大家不用惊慌 也不用做了一些 无谓的事 看着情况 留意着最新的市场变动 将来有些 价格的更新 无论上落很多 我都会跟大家 讲讲 不过现在 最新的天气价格 和电力价格 其实可能新卫城 后继续也挺容易做的 其实他什么都不做就搞定了 然后就4月之后 回复offgem的price cap 跟之前差不多 当做了一场梦 你到了4月 这堆东西就抹走了 超过6个月 到时再加的时候 可以说 可能什么都不用做 也没有 100个billion 150个billion 这么夸张的政府的洗费 可能根本不需要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新卫城终于 就觉得 财政预算可以搞得了 可以抽一天的时间 不是一天 不知道 可以抽空 出席 COP27日会议 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讲气候变化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 面对其他国家的元首 谈谈谈谈谈也好 他们谈谈谈谈 可能也很影响我们的民生 所以我很高兴 他终于 今时作非 终于就决定 去回COP27 接着 COP27就 开幕了 到时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能量严价价 大概说到这里 不过 也要说一些 担忧的事 我叫大家 不用过分担忧 不是完全 不用理会 看看最新的 令人少少担忧的地方 英国气象局 出了一个 三个月的 天气造成的展望 情况是怎样 首先不要担心太多 因为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五 和百分之六十五的机会 无论在气温 落雨和风速上 都是和平均 正常是差不多 不过 当不正常的时候 少少担心 温度 在来三个月 天气会偏冷 有25%的机会偏冷 不过也有15%的机会偏暖 这个这样的 预测 预测 就跟之前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过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气候的预测有点不同 那时候就说偏暖机会比较高 但现在英国气象局就认为 偏冷的机会稍微高一点 下雨就会偏干的机会 比偏濕的机会 希望不要有祭水 不过 似乎大家不要太担心 有65%的可能性 都是正常的 最后讲到风速 风速有什么重要 风速越大 风力发力 电越大 就用少些气 但是很可惜 根据 气象局的预测 有四分一的机会 天气会比较小 只有10%的机会 比正常大风 所以如果到时英国又冷 又小风 对英国的能源要求 就会高了 对天气需求也会高了 就有可能 导致能源加价又再上升了 不过这些贵度预测 参考下 大家就 不要顺畜 而且全部都是百分比 概率预报 到时 究竟是怎样 也很难说 或者去好方面 也有15%的机会 偏暖 还有10%的机会 比正常大风 就算不是正常大风 因为英国现在越来越多 利岸和助岸的发电机组 所以 风力就应该是越来越多 最后讲一些个人的提示 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省下电费 用少些电 当然是最重要 不过今天和大家讲讲 不是只用少些电 而是应该由11月开始 政府和National Grid 就是一个国营的公司 国家的电网公司 不是国营的 好像是上市公司 政府和National Grid 这家公司 推出了一个计划 就是鼓励 大家用电 家居用电 都避免在用电高峰期 那个计划 就要跟你的能源供应商 例如British Gas Ovo Otobus Eon 主意之类 就问回他们的 有些 据说都已经开始出Email 告诉你 但是那个概念就是 要尽量减少 在用电高峰期 的用电 用电高峰期 一般就是 每天下午的 4点到7点 如果你有办法 可以将在这段时间 的用电量 减少 据说就有钱给你 有些就说 可能会给到36磅 最多可以给100磅 大家留意 问回你自己的能源供应商 应该就由11月开始 一直会延续 到3月 这个计划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现在电力不平均 几乎肯定 在电力高峰期的时候 你用电那些电是来自 这个天然气的 就是最高的那层 一定是来自天然气的 所以就如果你在高峰期用电多 你 整个英国来说 用天然气发电就高了 甚至如果定不住就要用煤 那就相当滞烩了 那当然不是几好 但是如果你有办法 可以变魔术 将你的用电量 就由4点到7点 移到其他时间 最好是深夜 那个时间因为 大家都不用电 少用很多电 但是有很多 发电厂都是继续发电 例如核能 你没理由停了 是不是 停不了 另外风力也是 可能晚上 风大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电费跌到负数 知道吗 就是给你钱 使用电费 那个时间 就令到 能源 可以比较有效 用到低碳的能源 包括行能和风能 也减少了 在4-7点 夜晚的时间 下午4-7点 需要用天然气 甚至用煤的需要 很多新闻都开始讲这件事 自己可以看新闻 认识 新的计划 最实际的 就问回你的能源供应商 British Gas Otobus也好 或者哪一家都好 问回他们 究竟这个计划 究竟 实际的内容是怎样 省到多少钱 大家自己问一问 好了这集节目就讲到这里了 麻烦大家 暂早点钱 给like 点赞分享留言 和订阅胡思频道 拜拜